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阿玲 齐姑娘 你叫什么 你 齐姑娘好 她叫何小禅 我叫欧阳天晴 我们俩是同村的姐妹 从小一起长大的 我问你了吗 她胆子小 生人面前不敢讲话 我是怕你等着 才替她讲的 你是厉害的 刚刚跟秀和说话的 就是你对吧 是 好 我问你 名册上 有十二个三水姐妹过番 我这儿 就准备了十二条红头巾 为什么会多出一个 何小禅 我不用看名册都知道 上面没你这个名字 你两手空空一身游污 你根本就不是坐船来的 躲在舱底的机房 没被抓到 扔进海里喂鱼 你命真够大的 你这样的人 我不收 可是她都 已经 来了兴州 这 孤身一人的小女孩 怎么办啊 这是她的事 现在就给我离开豆腐庄 大家姐 你刚刚说我们 都是三水的姐妹 我听了这话 特别地感动 小禅她确实是三水人 这个假不了的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是一个村的 我们俩家就隔了几棵大树 都是三水姐妹 大佳姐 你就行行好 让她留下吧 偷着上船 谁知道她身上绑了什么事 万一给我这儿惹什么麻烦呢 我说不留就是不留了 你费这么多话干什么 七姑娘 她们没出过远门 也没见过世面 只刚刚来兴州 你说人生地不熟的 这万一你把它捏出去了 没有地方住 有个三长两短的 你闭嘴 看来我帮不了你了 天晴 没事 有我陪着你的 我陪你一起走 实际上我们是姐妹呢 走 天晴 她都说了不会留你的 多说无意 我们有手有脚 只是不在这里做工了 饿不死 走 七姑娘 我叫何小禅 我没买船票 是因为家里太穷了 五六岁那年 我阿爸得了重病 为了给她治病 家里的房子和地都卖了 也没能救活的 我阿妈不容易 还心如苦把我养大 现在也病了 干不动活了 我过番来 就是为了挣点钱寄回去 让我妈能多活几年 我不怕苦 再多再累的活我都能干 求求你让我留下 我一定好好干活 不给七姑娘丢人 不给咱们三水姐妹丢人 七姑娘 这孩子也挺可怜的 都是一片孝心哪 你能吃苦啊 我怎么瞧着 你不像是能下力干活的样子 我能 我真能 我发誓 倒真是一片孝心 是个孝然孩子 绣和不是走了吗 要不把他留下 顶绣和一个人头 好 起来 快起来 七姑娘同意 起来吧 谢谢七姑娘 快谢谢七姑娘 谢谢七姑娘